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Annette Chan談賽馬的時候 明天沙田日賽10場賽事 一如既往會介紹兩個場次給大家參考一下 第一個場次將會第一場填草1000米 先講一下兩隻現在較為熱一點 馬好運多野莫雷拉 熱就熱莫雷拉羅富泉 四閘當然贏過 但是你說是不是很緊呢 我說得普普通通 贏不出棋 但是不是5.9倍這些馬 其實那場試襲贏馬 還有神科 是有些勁度 但是走勢我覺得還有少許不規矩 我覺得這隻馬 看看跑成怎樣 我就不會投注到這隻馬道 另一隻馬道成功是有實力的馬 但是上場又不知為何這麼差 填草1200米大敗了一場 大家看看 之前幾場都穩定 上場填草1200米不知為何跑得這麼差 其實跟著一個位置 一隻馬道成功是不太差 一直路 已經400米那時候 一隻馬有了就贏了 但是 竟然走下去我有一些失望 有一些戒心 本身的實力是有在 所以也是擔心 所以我買了另外兩隻 首先第一隻是釋多福 釋多福在今季第二場已經展現過田草一千是可以跑得好 那一場當然形勢很貼著爛 十三藏貼著爛輸給一隻精益求精 這場是跑得好 然後幾場你說他是不是跑得頑皮不是 尤其是上一場田草一千四的增程度 十四檔巴道跟在前面第二打跑 回到快步速之下回到不斷 而這場水準我亦都不是覺得差 陽明秋秋穩妙升 兩隻馬之後都是繼續有好表現的馬 其實這場水準不差 那你釋多福今次縮情預計的對手會較為弱 黃俊減多十磅 問題就是四檔其實是否真的要貼著爛田草一千米才跑得好 不知道這場但是黃俊有個十磅 其實是不錯的那個形勢 那個分數磅位 因為你看回他一千米入位那場是57分入位 現在54分還要加多一個十磅的減榜 其實是有些優勢在這裏的值得同景 另一隻我喜歡是初出的團結精神 其實如果你說問我這隻馬試襲是 剛剛那場試襲贏的那場是贏得漂亮的好運多贏的 這隻馬很奇怪的團結精神試過三課大閘 頭兩個大閘是一無是處沒有戴眼罩 最後一個試襲這個試襲羅里亞團結精神 有戴眼罩了那就是贏出 其實姿態挺討好我覺得 那這場其實更喜歡的就是十二檔 因為軍力勁十三檔或者楊明峰十四檔 預料都不會夠這隻團結精神塊 團結精神初出馬 說可以貼著這條籃跑應該會更加有幫助 所以這場賽事其實是較為喜歡這兩隻 懂得多福龍團結精神 那投注策略大家都知道我會怎麼買的 對碰WIN50元貼 連贏30元和位置70元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可以的話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NATCHAN 去按一按Subscribe或者訂閱去支持一下我 多謝你們下集再見拜拜